你们好变态 妈 她叫她妈 妈 妈 您之前跟我说过 不来参加婚礼了 但到最后您还是来了 谢谢你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我帅不帅 比你爸差点 您突然给我带来的礼物 我收到了 您还跟我说 他们每一样 都有他们特殊的寓意 是吧 可我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 它没有什么寓意啊 您能跟我说说吗 行啊 你坐 你看啊 有红枣 花生 桂圆 钢管 过来 钢管是什么 其实 特别好理解 枣 生 棍子 其实妈就想让你生个孙子 生个孙子 下面是根棍 妈就想让你生个孙子 孙子名就叫棍子 妈你太有心了 小斐 你快来 你妈终于同意咱们在一起了 妈 小美的妈妈呀 看来这么多年你过得不错呀 保养得真好 还行 就是挣点钱全打了波尿酸了 妈 我太开心了 你终于同意我跟补玉在一起了 妈 虽然补玉现在破产了 耳朵也听不见 但是呢 她通过佩戴助听器 还是可以正常与人交流的 是吗 你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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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她耳朵听不见 她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 你知道吗 这是个傻子吗 妈就 妈就怕吧 她提前老年痴呆 经火不其然你看 不会的妈 我们两个特别相爱 但是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有些话我也想 都说清楚 你知道当时 你反对我的时候 特别恨你吗 理解 当时你姥姥反对我的时候 我也挺恨她的 你姥姥 姥 姥姥 为什么要把姥姥突然拉下去 所以啊 我当时一赌气之下 我就搬出去了 我当天晚上就遇到车祸了 补玉当时为了救我 把我扑在身子底下 然后她受到了撞击 耳朵才变成这样 可能顺带 稍微影响了一点智商 不过现在已经好了 但我看这孩子啊 应该没啥大事 你没来之前 他挺正常的 他可能一看到你一激动 就可能稍微有点严重 没事 现在这不是咱们一家团聚了吗 妈帮你给他治病 我帮你一块养他 谢谢妈